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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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尺 Crus 五尺焦心 一沒 八尺 二 大 hell 噪 это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江一帆远 黄河九区库 秦川三万里 积粮十四亿 这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旷世佛杀 因其悲壮凝重 因其浩然卓绝 而必将被民族历史缩冥际 深冬至暖春 步步迁军 磨难中奋起 生命不屈 2019年12月底 武汉当地的医生 发现了多泥 张继先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 一位在抗击非典时 立过三等功的大夫 12月26日 张继先接诊了一对老人 在看患者的胸部CT片时 她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 当时老太太有发烧 咳嗽 有点激痛 做了肺部CT 是个双肺多发的摩布里影 以肺炎收住院的 进来以后呢 她家就丈夫 也住的我们客人来了 他们两个CT的表现有类似 有着多年呼吸科临床经验的 张继先察觉到 这不是普通的肺炎 同一天 医院又收治了一位 有同样症状的患者 张继先把这几位患者的情况 向医院做了报告 医院立即上报 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 之后两天内 门诊又收进来 三位病情相似的患者 我觉得肯定是个 不是不对劲的个病 但是具体什么病我也说不出来 所以我只好往上报 向上肺炎反应 医院即刻上报 12月29日 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 接到报告后 紧急指示市区疾控中心 派人来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此时张继先发现 呼吸科的门诊量 临日激增 几乎难以应付 怕 慌啊 怎么有这么多人得这种病 这段时间 武汉其他医院 也陆续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在当地的街坛相议中 社交媒体上 关于出现了一种不明原因肺炎的声音 也不见多了起来 这是什么病 治病原因是什么 病毒从哪里来 怎么进行有针对性的救治 一切都是未知 12月30日 武汉市卫健委 向辖区医疗机构 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12月31日 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工作组和专家组抵达武汉 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 已发现27例病例 并提示公众尽量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 和人多集中地方 外出可佩戴口罩 虽然治病原因不明 但有关方面的应对工作已迅速展开 进入2020年1月后 武汉市卫健委连续发布疫情通报 病例数开始逐步上升 国家卫健委1月1日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 1月3日会同湖北省卫健委制定 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等9个文件 1月4日开始 在武汉全市组织救治工作相关培训 1月6日在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 通报有关情况 疫情发生后 党中央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 时刻关注疫情形势 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使来抓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及时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 1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 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 根据总书记要求 各有关方面迅速行动起来 1月14日 国家卫健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加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 做好全国疫情防范应对准备工作 中国科学界医疗界迅速行动起来 一系列研发病毒检测设计 病毒基因测序 以及分离病毒毒株等工作 快速展开 面对如何治 如何防 医线医务工作者 也在艰难探索 面对疫情 各相关医院 在尽量接诊 尽量救治 但疫情在迅速发展 来势凶猛 其对病人的杀伤力 超出了很多医生的估计 三号五号的时候 就已经有七八十个病人在里面 而且重症病人又特别多 有的病人已经就垂死状态 我们就知道这事情就很严重 随着病例增多 人传人的迹象已逐渐显露 进入一月中旬以后 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 一名脑垂体流患者 在术后出现发烧症状 肺部CT显示 双肺磨玻璃影病变 不久之后 与他接触过的14名医护人员 陆续出现发热症状 与凶险而又陌生的病毒 突然遭遇 武汉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 一些人陆续被感染 1月18日 国家卫健委派出高级别专家组 于1月19日凌晨到达武汉 当天一早 专家组听取了武汉当地有关部门 对疫情情况的汇报 并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情况 尤其是医务人员感染的病例 让专家们确认存在人传人 因为人传人是个大问题 是个大分界 这个习性传染病是罪业要害是这个 所以我们的专家组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来做行调查研究 1月20 专家组离汉抵径 并于当天下午出现在 国家卫健委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 目前已经证实了有人传人 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 当晚 钟南山通过电视直播 再次确认存在人传人 针对人传人 现在的这个判断是什么样的 目前的这个资料表示呢 它是肯定的有人传人 此时北京 深圳等地 也出现输入性病例 病毒已成获散之事 而在武汉 被感染的患者越来越多 各个医院的床位爆满 当地医疗资源已不堪祝福 忙不过来 从来没见过这种架势啊 这种正式啊 每家医院这排队 他的门诊这排队排得一塌糊涂 而且病人排队排到马路边上来了 往安全前我觉得状态要失控了 那个时候医院人满为患 要站着 要坐着 要躺着的 要相互依歪的 还有已经去世的别人 都会有在里面 在很小的狭小的空间里面 大家真的很痛苦 那个场面很痛苦 没有办法 做医生没有办法 很无虑 医护人员连续奋战 体力已达极限 防护用品也很短缺 医生护士们与病毒短病相接 几乎是以命相夥 就是在博命 当时没有办法讲什么防护的 当时手上的东西也不够 护肌筋也不够 面罩也不够 病区病急临时搭建嘛 太急了 知道吗 太急了 然后病区就涌进来 还有很多涌进来 病人是你无法拒绝的 病人不行的 站在病房的门口 你说话怎么说 当时说的话 我们的医生已经快崩溃了 患者急增 视机核短缺 很多疑似病人不得不在各处奔走 备受煎熬的他们也成为潜在的巨大流动传染源 患者老雷回忆起当时求疑无助的场景 依然心有余悸 像我当时咳嗽已经都是 一咳嗽那就不得了 还是没法入院 有没有去别的医院尝试一下 去了呀 全都是满的呀 起的没法进 好像人就到了时间默示一下 那个状态 反正是用语言是无话也不讲的 我现在想起来都是稀有余悸 非常的害怕 病毒凶满 疫情汹涌 生命脆弱 城市沉重 一个躲在暗处的敌人 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 就这样扑了过来 阴雨满苍苍 龟蛇锁大江 人类文明发展史 就是不断与各种疾病 疫病 进行斗争的历史 疫病一再野蛮地夺走 千百万人的生命 曾令古希腊 古罗马文明 遭受重创 令中世纪的欧洲陷入黑暗 人类也在与疫病的搏斗中 发展新的文明 工业革命后 抗生素 疫苗等逐渐登上战场 没有硝烟的残酷较量 一次次到来 新世界之初 全国人民曾并肩奋战 共同抗击非典 近年来 全球仍不断受到重大疫病威胁 2009年 从美国 墨西哥等地爆发的 甲型H1A1流感 曾蔓延至全球 这次突然向人类扑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 源头不明 行踪诡异 其所引发的疫情 横冲直闯 猝不及防 新冠病毒 是跟我们以往的SARS 跟我们以往说的 这个甲瘤 都不一样 它的潜伏期比较长 症状不典型 可能有发烧 但也不太高 可能有咳嗽 但可能也不那么明显 这样的一个不典型的症状 往往会持续一个星期 甚至十天的时间 而它变成重型的时候 其实仍然症状不典型 往往表现的就是一个胸闷 直到它发生心脏骤停 或者说严重的低阳血症的时候 表现才比较明显 我们医生们在讨论的时候 常常会说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面对完全未知的病毒 突如其来的疫情 医护人员 科学家们 挺身应战 很快 新型冠状病毒的 全基因组续列 得以确定 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 从2020年1月3日起 中方定期与世界卫生组织 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 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1月4日 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 与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 通电话 介绍疫情有关情况 双方同意就信息沟通 和技术协作 保持密切联系 1月10日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 分别与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 就疫情应对处置工作 通话 交流有关信息 1月11日起 中国每日向世界卫生组织等 通报疫情信息 1月12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中国已与其分享了 新型冠状病毒的 全基因组序列信息 中方将相关信息 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 发布 全球共享 这一些新感染了 新型罪状病毒 然后能编织 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 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 制定中密方案 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国务院做出决定 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 以类传染病实行假类管理 这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必要环节 关键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日所作重要指示中 指出了此时的要害问题 目前正值春节期间 人员大范围密集流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十分紧要 而武汉恰恰就处在春运的输入位置上 是九省通渠人潮聚散之地 当断则断 1月22日 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做出决定 要求立即对湖北省武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 实行严格封闭的交通管控 23号10时起 武汉市城市公交 地铁 轮渡 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机场 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恢复时间 并行通道 第二天楼 第一天楼 第二天楼 出现了 第二天楼 我有行动 又能到一半 人员 就给我抓到 他就打开 三年 快 鞋子 小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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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此画的经纪使 毕竟最次得到的 《格礼之法》 《古已有之》 汉书平地记记载 原始二年 民集义者 舍空底地 未治医药 隔离就是当时防疫的重要举措 然而在21世纪 对一个千万人口量级 现代化大城市的人口流动 和对外交通进行阻断 其复杂严峻 全无前例 在现代社会 这样的级维流动性很大的背景下 要想做出封城这样的决定 很艰难 很艰难 但是我们也看到 要想抗击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疫情 没有即使有效地彻底阻断传染源 它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连难的决定 需要清醒冷静的科学判断 更需要有坚定巨大的政治勇气 习近平主书记 作为人民的领袖 它充分显示了 这样一种政治担当和政治勇气 即使地 果断地 做出了这样一个战略阶段 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取得这样一个明显的 抗疫疫情胜利的效果 武汉驻地 外防输出的果断一步已迈出 而本地疫情仍在爆发阶段 内防扩散的压力极其沉住 提升收治能力 让更多的患者 有人管是燃眉之急 武汉告急 湖北告急 集结出发 在党一指挥下 第一批增援的军队和地方医疗队 在纯西叶向武汉挺进 原国医疗队准备完毕 出发 是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未来只是显身手 是革命军人 革命军医的本色 我们来到这里的使命 就是救援 救援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我医务翻国 我们一定能有转胜 支持一切 在武汉关闭对外通道后的第三天 军地共派出17支队伍 2444名医护人员千里持员 随后 按照统一部署 一批批原恶医疗队 从祖国各地 奔赴江汉平原 华中重镇 1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对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再研究 再部署 再动员 正月初一开会 非同寻常 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上强调 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必须把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党中央决定 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由李克强担任组 王滬宁担任副组长 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既不动员起来 成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 坚强后盾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积极开展工作 在抗疫斗争期间 密集召开会议 及时研究部署 各项相关工作 到一线考察 并进行现场独办 积极推动 党中央各项抗疫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疫区 派出指导组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 由孙春兰担任组长 自正月初三到达湖北后 一直同湖北人民 武汉人民并肩作战 下最大气力控制疫情流行 努力守住全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在党中央要求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充分发挥了抗击疫情中的 统筹协调作用 用兵制刀 先定其谋 仅在农历正月 习近平总书记 就连续主持召开了 四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他提出的坚定信心 同舟共计 科学防治 精准失策的总要求 成为指导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重要方略 对中国人民来说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 严肃的斗争 中国政府呢是高度重视 因为政府的宗旨呢就是 把人民的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 所以对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呢 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我相信啊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同舟共计 科学防治 精准失策 我们一定会战胜 这一次的疫情 疫情是魔鬼 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医 习近平主席 在会见谭德赛时这样说 我觉得我的城市并没有停下来 只是它的脚步很慢而已 这种国家也是 费了很大的力气在拯救 快点 行 行 行 快点 行 这二千数 这二千数 快点 行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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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要反击一眼 快点 太难了 好 行 胜利测评 非常好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同时间赛号与并魔较量 面对着多多逼人的疫情形势 全国上下成体系的抗疫局面 迅速形成 异常 异常坚矩的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 全面打响 进入二月 武汉的局面更加远距 病毒的传播渠道仍扑朔迷离 而疫情继续成爆发之势 大量确诊患者 疑似患者 仍处于等检测等床位的境地 这座已封闭起来的 仍有九百多万人的城市里 涌动着巨大的扩散隐患和心里不安 救人 生命重于泰山 阻击一切事不宜迟 习近平总书记 对防控和救治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防控要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救治要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 集中救治 突出任务时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向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此时 武汉居高不下的重症率 与病亡率 凸显着疫情的巨大杀伤力 这里是全国人均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但重症监护室仍属于稀有资源 即便在综合实力较强的武汉协和医院 ICU床位也只有55张 面对数量聚增的重症患者 当地的专业重症医护力量 也远远不够 集中救治才是解决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 在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明确提出 集中救治患者 集中收治医院 要尽快建成投入使用 尽量把精兵强将集中起来 把重症病人集中起来 为落实这一要求 有官方便决定新开设三个院区 由从全国抽调的精锐重症团队整建制接管 截至2月19日 在已派往湖北增援的3.6万名医务人员中 有超过1.5万名是重症专业的医生护士 接近全国重症医护资源的10% 为了把病人抢救回来 我们动用了所有的这种高级生病支持 国家都是不计成本的救治病人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种危重的病人抢救回来 我们大家努力 我相信天道愁勤 我们努力来肯定有好的结果的 要提高救治率 降低病亡率 还必须将战线前移 做到早识别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 应收尽收刻不容缓的重要指示 中央指导组要求武汉 对4类人员即确诊患者 疑似患者 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 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分类集中收治隔离 武汉全市动员展开大排查 从封筑城迈向锁筑人 大家可以看到在医院的门口 有很多这样的车辆 都是来送病人的 是车子里 是吗 是椅子里 这一棵 我去看看 不额楼 不额楼 这一棵是吧 这一棵 一边在竭尽全力排查收治 一边在紧锣密鼓建医院加床位 火神山 雷神山 这两座用来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 以中国速度 中国效率拔地而起 这背后是数万名工人 和许多赶来支援的志愿者 他们争分夺秒 昼夜不歇 我希望你们能够担得起这份信任 引用顽强 分离拼搏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抽足医疗力量 承担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 2月2日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正式进驻火神山医院 大疫当前 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 抗疫势急 亿万群众投以巨大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0日 所作重要指示中强调 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 深化国际合作 加强舆论引导 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 国务院新闻办连续举行发布会 见面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从1月27日起 每日组织召开发布会 在湖北 武汉 在全国各地 各级地方政府 在制度化 常态化的发布会上 及时通报疫情防控权威信息 抗疫一线 激励与问责同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正是存在的问题回应群众的关切 为加强对湖北武汉的抗疫领导 经中央批准陈一新任中央副湖北指导组副组长 王赫胜任湖北省委常委 随后兼任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2月13日 党中央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领导班子 做出了调整充实 严峻大考扑灭而来 为了人民必须奋勇战斗 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一打响 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 要坚持全国一盘旗 党中央构建起高效有序的指挥体系 各节党委和政府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 统一协调 统一调度 做到另行禁止 各省区市相继启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全国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 处武汉拜的16个地势州 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迅速成行 现在进行社区疫情通报 在此呼吁社区广大区民各区防控 切勿恐慌以幸费来 代表他 此时恰逢春节返乡高峰 党中央向社会发出减少流动 协同抗疫的号召 延长了春节假期 为可能出现的春运人潮 踩下急刹车 同时提前部署了延迟开学 灵活复工 错峰出行 打疫情防控阻击战 也是打后勤保障战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挥部署下 各方采取积极措施 支持医用防护服务 口罩等 急需医疗物资的生产企业 迅速复工复产 并以多种方式扩大产能 增加产量 对重要物资实行国家统一调度 建立交通运输 绿色通道 督促并举于保障重点地区 医用物资和生活物资供应 全国的能源供应 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 始终保持充足 平稳 有序 在超长版的春节假期里 宅在家中的人们并不担心 基本生活必需品会出现短缺 虽然路上的车不多 但路边的加油站都服务如常 整个国家为了抗击疫情 既静了下来又动了起来 1月27日 习近平总书记 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发出号令 要在危难时刻挺胜而出 英勇奋斗 扎实工作 经受住考验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他向人民军队发出号令 全军要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 牢记人民军队宗旨 文令而动 勇挑重弹 敢打硬仗 令出如山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迅速行动起来 沧海横流 方现英雄本色 党旗在防空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令出如山 人民军队牢记我军宗旨 在医疗救治 科研公关等方面投入力量 赵之极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奋力为党旗军旗增添光彩 十四亿人民以平凡的坚守投身不平凡的战斗 这是一次由先锋引领的冲锋 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人民战争 2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在朝阳区安珍街道安华里社区 他强调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是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 要把社区居民发动起来 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抗疫的主战场 他说 湖北和武汉 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 武汉胜则湖北胜 湖北胜则全国胜 他通过视频联系医务工作者 信心百倍的打好这一场足迹战 总体战 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 我们一定要输得信心 一定会胜利的 在危难时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所做的决策部署 展现的坚定信心 凝聚起举国上下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人间有情 英雄本色 皆在你我的平凡中呈现 他们是专门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班车司机 他们是在居民身边还有解难的社区工作者 这个国家现在肯定需要有人停上而出 我觉得我需要到前线来 他们是一直在各职景点 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的警务人员 他们是穿梭于城市 为什么送去生活必需品的快递小哥 各地医疗用品企业 都在加班加点开足马力生产 全国各地民众以及海外同胞 国际友人援助的物资 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汇集而来 疫情虽然严重 但武汉不孤单 湖北不孤单 全国人民都和他们在一起 2020年2月23日农历2月初一 以为抗击疫情而奋战了一个多月的中国 迎来了一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特殊会议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直接开到县团级 与会者达到17万人 很多正奋战在抗疫斗争一线的党政干部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 直接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总书记深刻分析了 疫情形势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总书记勉励大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 咬紧牙关 继续毫不放松 抓紧抓实抓细 各项防控工作 不获全胜 绝不轻言成功 进入三月 经过艰苦努力 全国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的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 及时提醒大家 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忠如始 同时要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 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力争全国经济社会发展 早日全面 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3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 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公关工作 并强调 最终战胜疫情 关键要靠科技 3月6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堂会上 发表重要简化 强调 要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 推进脱贫攻坚 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4天后3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 他看望慰问了奋战在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 解放军指战员 社区工作者 公安干警 基层干部 下沉干部 志愿者和居民群众 总书记强调 不麻痹 不厌战 不松劲 毫不放松 抓紧抓石抓戏 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 从3月到4月间 习近平总书记 连续主持召开多次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 针对国内外疫情形势新的变化 及时做出新的部署 尤其是针对全球疫情加剧蔓延之势 引导全国上下 将疫情防控工作重点 转向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3月26日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倡议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呼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严峻的疫情空前的大考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都行动起来 以付出的生命代价如此沉重 但这块土地不会被哀伤击垮 病毒一模如此凶狠 但这里的人民不会被强敌下倒 艰苦的熬战坚韧地展开 号令出风雷洞 旌旗展勇士奔 五年二年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 第一汴工作按下 旧 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千年的脚步从未停留 历史的劫力收前收 台山昆仑 重笑欧寒 长江黄泽 江河流 墨南中雪不朽 奋斗中先风流 阳光扶着我们的大地 新的荣光将永恒逐秋 墨南中雪不朽 墨南中先不朽 墨南中先不朽 奋斗中先风流 阳光扶着我们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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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荣光将永恒逐秋 阳光扶着我们的大地 阳光扶着我们的大地 新的荣光将永恒逐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阳光扶着我们的大地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